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二十世纪前十年间涌现的发明创造 这十年拉开了一个世纪的序幕 技术变革开始深入日常生活 从调幅广播 空调到飞机 它们都是震惊世界的发明 无论是说话还是唱歌 你都能在数千公里之外听到 这多亏了一种叫做无线电波的无形力量 这项发明犹如在空中建造了一条声音高速公路 十九世纪末 费森登与许多科学家一样 对一种叫做火花系传输的想法非常着迷 他希望这能成为一种 推动通信飞跃时发展的传输方式 但这些火花产生的能量 必须强大到能够承载声音 无线传送信息的想法还处在设想阶段 当时电话刚刚发明 但仍需要电线来传输信号 使用摩尔斯电码来发送信息的电报 也一样需要使用电线 然而人们对于无线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这在航海业尤为明显 跨海无线发送声音信息 人们更不会想到 这项发明出自费森登 这样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小伙子之手 他当时正给托马斯·艾迪生打工 为纽约街道铺设电线 费森登从化学到电气工程领域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让他出名的还有另一个大牌子 西乌电器 在那里他曾参与发明X光机和其他使用电磁辐射的机器 费森登意识到 这也许是无线通信技术的突破良机 他自己一直痴迷于这项技术的发明 几十年前 科学家就指出 我们身边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电磁波 包括从X射线 伽玛射线 到无线电波等各种波长和频率的不可见过 费森登想利用无线电波作为传输声音的高速信道 他必须首先制造出人工无线电波 因为移动缓慢的声音信号 需要与速度更快的无线电波相连接 因此费森登利用火花系技术制造人工无线电波 问题是 利用火花系产生的无线电波很不稳定 它无法承载连贯的声音信号 而是发出嘈杂的噪声 正当费森登思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个欧洲人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1901年12月12日 一个叫做马可尼的意大利人 使用无线信号 成功发送了一条穿越大西洋的摩尔斯电马 已经拿的不是马可尼的成功 而是他对此事的吹嘘 第一次反应到马可尼的意大利人 如果马可尼将无线声音信息发送到大洋笔案 那才算得上是一则新闻 多年来费森登隐约觉得火花系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次他在池塘边散布 一个新想法冒了出来 一种连续的波或许能够解决 他明白了 如果他只能继续吹架子 它会连接决的波 费森登认为或许可以制造一种能产生连续波的交流发电机 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但他需要一台比当时的交流发电机强大数百倍的机器 到了1906年夏天 通用电器交付了一台高功率交流发电机 然而这台机器的功率还达不到要求 因此费森登花费数月时间进行调整 使之产生更强大的电流 他终于可以检验它的理论了 他将发电机的异端与麦克风连接 另一端连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线 运作原理是这样的 当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时就会产生生波 声波搭乘发电机产生的更强大更高速的无线电波 接着发电机将这种复合波或者调制波传至天线 再由天线将波传到远方的某个接收器中 1906年的圣诞节前夕 在美国马萨州赛州的布兰特洛克 费森登将对他的理论进行测试 在数百公里远的大西洋上航行的船只 突然收到了一条用标准摩尔斯电马传来的信息 这是来自费森登的一条信息 他想让每个水手都能见证接下来将发生的事 这是令人震撼的声音 人类的声音第一次在没有电线的辅助下传播到了远方 费森登通过连续无线电波将声音成功传送了出去 这个概念叫做调幅或AM调幅广播 费森登并没有因为这项发明而一夜暴富或一夜成名 但令他欣慰的是意大利竞争者马可尼不但认可了费森登的成就 甚至还从他手中购买了专利许可 让我们来看看同一时代的另一些伟大发明 1903年 心电图 他能将心跳脉冲记录下来 不需要外科手术便可做出诊断 他引发了医学的变革 新电图的发明者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1901年 指纹识别 一种无法伪造的签名 让作恶之人无处遁形 1908年 玻璃制 厨房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人在使用它 确切地说是每天六亿人 一次性刀片的使用数量极为庞大 若不是因为一位厌倦了逐户销售产品的推销员 许多人的沉间梳洗方式将会不同 1895年 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市 金吉列 鼓足勇气 走向下一户人家进行推销 但吉列并非天生惊于推销 他最讨厌被拒绝 相比起卖东西 他更喜欢制造东西 吉列十分仰慕他的老板 威廉佩因特 吉列销售的一次性瓶盖 正是他发明的 老板的建议改变了一切 他对吉列说 你需要发明一种产品 只能被使用一次 换句话说 就是一次性用品 吉列一直认为成功的关键 在于创造出持久耐用的产品 吉列在脑海中反复琢磨着老板的建议 当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时 灵感不期而至 他被用盾的剃须刀割伤了 这是在十九世纪很常见的一幕 几乎每一个男人 都会重复使用这种厚厚的老式刀片 吉列的想象力开始驰骋 何不发明一种 不需要打磨的剃须刀呢 在变盾之前就扔掉它 由此防止危险的割伤 吉列开始用薄钢片做实验 这是唯一造价低廉 可以用完丢弃的材料 但他很快便发现薄钢片质地太软 难以维持锋利的边缘 他这才意识到必须向懂金属的专业人士请教 吉列带它去美国人 他带它去剃项员 他带它去工程师 他带它去工程师 大家都说他不要打磨 他们说他使用的材料太柔柔 并不会折磨 并不会研磨 因为它太厚了 它会线 他仍然没有放弃 但终究是白费力气 正在此时 一个年轻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 出现在他面前 尼克森知道单是薄钢片本身 是无法胜任剃须任务的 无意间 三明治的结构 激发了他们的灵感 将薄钢片置于其他金属之间 形成类似三明治的结构 有外层铁片保证强度 铜片导热 中间是一层薄钢片 用作刀锋 现在 无论给刀片加热还是降温 它都不会变形了 这个金属片能达到剃须刀应有的鲜薄程度 刀锋足够结实 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也足够低 用后丢弃也不可惜 吉列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 他的剃须刀销售量达数百万 当美国参加一战时 吉列剃须刀套装成为了军队的标配补给物资 因为剃光胡须可以保证防毒面具佩戴时密布透风 增加了士兵在毒气战中存活的几率 可以说吉列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容 即使在一个世纪以后 吉列仍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再来看看二十世纪前十年的其他重大发明 一九零六年 电子收款机 结账速度赶上了手指飞速点击的速度 并且能即刻打印收据 一九零一年 喷火器 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新式武器 能以极高的速率喷射出易燃液体 阻断敌军进攻 随心所欲的控制室内湿度 曾是个疯狂的想法 它与企图呼风唤雨 控制天气一样不切实际 可一名来自美国布法罗的聪明小伙子 证明了这是可以实现的 控制湿度意味着提高舒适度 一九零二年 威利斯·凯利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电气工程师 他在一家供暖及通风设备公司上班 在一个闷热夏天的早晨 他迎来了一项新任务 今天的客户是一家高端出版社 湿热的空气使进入打印机的纸张变得一团糟 潮湿的空气会使纸张膨胀收缩 因此每次进入打印机的纸张大小 都略微不同 颜色也无法保持透明 开丽的任务是保持室内温度湿度的恒定 70 degrees is the winter 80 degrees is the summer 那是 South Park and a 55% humidity level at all times Good luck 控制温度不太难 但从没有人提出过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 精确维持室内湿度 开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怎样才能降低室内湿度 但并不使其过度干燥 One of Carrier's interesting personality traits was that he had tremendous focus when he was thinking of an engineering problem he couldn't be distracted by anything else that meant that he often forgot everyday details of life and everyone had a story about Carrier's famous absent-mindedness when he was thinking about engineering he thought of nothing else once when he was traveling he opened his suitcase to discover he had packed only one handkerchief and had nothing else in the suitcase 直到数周之后 在一个雾气弥漫的火车站月台上 一个想法渐渐成型 凯里知道雾是湿度达到百分之百的空气 这让他想到或许可以人工制造出百分之百的湿度 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精确的湿度起点 只要加入足够的干燥空气 就能将湿度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 正如印刷厂老板所要求的 Carrier knew if he could recreate fog he would have a hundred percent saturated air he would know precisely how much humidity he had and he would have the basics to reproduce any relative humidity that he wanted 凯里立刻投入工作 他组装了一个盒子 以锁住并控制其中的空气 他还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配件 一对风扇 一个喷嘴 还有加热线圈 他用一个风扇将外部的热空气吸入盒子中 然后用冷水喷雾来降低吸入空气的温度 当空气经过水气的时候 转变成雾 现在盒中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相对湿度 接下来 它开始给盒子加注精确体积的干燥空气 这样就能把湿度降到百分之五十五 既不潮湿也不干燥 现在 凯里可以将经过完美调节温湿度的空气 释放到打印室中了 印刷厂老板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凯里独特地发明 制造出了完美的温度与湿度 世界上第一台空调从此诞生 凯里完善了她的奇妙装置 在1906年申请了专利 从纺织车间到电影院 众多场所都因她的发明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接着她与七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发明家 开办了开立公司 成就了价值数十亿的商界传奇 二十世纪前十年的其他重大发明 一九零三年 蜡笔 一种无毒的蜡质颜料棒 释放了孩子们的艺术天赋 使这个世纪的开端变得绚丽多彩 一九零八年 福特T型车源源不断地开出装配线 将现代出行方式 引入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 在我们拥有能将灰尘和尘满 吸出来的机器之前 它们究竟在哪里藏身呢 一位美国俄亥俄州的发明家 为此下了一番苦工 他给地毯的清洁方式 带来了巨大变化 一九零七年 詹姆斯斯班格拉 做着一份要命的工作 他是白货公司的夜间清洁工 带清洁的地毯上满是灰尘 斯班格拉换上了校船 20世纪早期对哮喘病人来说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期 一种有简易的轮子 刷子和波及组成的地毯清扫器 让这个肺部不好的小伙子更加煎熬 斯班格拉急切需要一种更好用的清洁装置 斯班格拉并没有举世文明 但他的确发明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他拥有古物收割机的专利 以及脚灯两轮车的专利 但他并没有从这两项发明中赚得太多钱 因此他一直在做一些微微的工作 过着亮入围出的生活 一周上六个晚班 每小时只挣几分钱 几个月的清洁工作 给了斯班格拉很多时间来思考 一天晚上 斯班格拉灵光一现 答案或许就在他身处的这间屋子里 小小的发动机能让风扇转动起来 如果将发动机用在地毯清扫器中 能否让推拉更轻松些 加装了发动机的清扫器 推动起来更容易了 但它运转时却扬起了更多的灰尘 斯班格拉需要设计出一种可以控制并容纳这些灰尘的装置 一种如同风扇叶片那样的东西 它将缩小版的叶片置于清扫器刷子后方的铁盒中 发动机使刷子转动 扬起地毯上的灰尘 转动着的叶片吸起尘埃 将其送入斯班格拉从杂物室中找到的一个枕头套中 很明显 它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它将百货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实验室 他开始完整 他会让散布的叶片变得不同的形式 他会让散布的叶片变得不同的 电动地毯吸尘器在斯班格拉手下诞生了 1908年8月 詹姆斯·斯班格拉把他的发明卖给了自己的亲戚 威廉·胡佛 从那之后 胡佛排电动吸尘器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地面清洁工具 20世纪前十年的其他重大发明 1903年 安全玻璃 一位化学家因为忘记涮洗玻璃容器内的液态塑料 而偶然发明的 一种不会破碎的玻璃就这样出现了 1901年 速溶咖啡 清晨只需几秒便可冲出一杯咖啡并且持久保鲜 1903年 雨刷 尽管刚开始还让司机有点分心 但很快便成为了数百万司机的必备之一 数千年来 我们一直梦想能像飞鸟一样翱翔天际 而如今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愿望 这都要归功于莱特兄弟的智慧与勇气 1896年 他们是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式的能人 维尔博和奥维尔生产并销售自行车 他们因手巧能干 乐于助人而远近闻名 如果您在1896年到1897年 您会想他们为了好男人 真正的时间长 但您永远不会被选择他们 两个人 会变成了世界的船航建设 兄弟二人连高中都没毕业 但却对各种装置的工作原理十分精通 例如在1896年 风靡一时的自行车 但自行车并不是唯一吸引他们的新奇装置 在全世界范围内 很多发明家们都倾心于制造滑翔机 试图飞向蓝天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德国人奥托里林塔尔 他已经完成了两千多次飞行 但在1896年坠落身亡 这个事故甚至登上了俄海俄州报刊的头版头条 维尔博和奥维尔认为李林塔尔的方向是正确的 他在尝试制造有发动机驱动的飞机之前 先要控制好滑翔机 兄弟俩已经在和自行车打交道的过程中 掌握了控制物体运动的方法 他们还发现 要想飞翔 就必须控制好三个相互独立的轴 机头上升或下降为俯仰 机头左右偏转为偏航 机翼向上或向下为滚转 鸟类是控制这种动作的大师 能够毫不费力地侧倾飞过气流 莱特兄弟注意到 鸟类靠改变翼间的角度控制滚转 这个概念被称为一间翘驱 问题是 怎样才能利用机械模拟这一能力呢 发生在自行车商店的一件事 为这一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个又长又窄的盒子 让奥维尔想到了机翼 如果他能找到使机翼翹躯的方法 也许就能制造出滑翔机 奥维尔想出了如何利用鸟类一间翘驱这一概念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兄弟俩一直在做实验 一开始是拴着绳索的箱形风筝 直到一九零一年夏天 他们设计出了能搭乘一人的全尺寸滑翔机 现在他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 对滑翔机进行测试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鹰镇 有适合飞行的风 那里还有足够高的沙丘 可以供滑翔机起飞 奥维尔将他们外形怪异的发明摆放好 鸡头朝上 机翼巨大 没有尾翼 起初他们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试飞 站在地面上用控制绳测试机翼翘躯的情况 实验结果鼓舞人心 现在哥哥维尔博准备在空中试飞 维尔博将向未知的高空挑战 飞到了距离地面122米的高度 由于滑翔机突然失控 由于滑翔机突然失控 维尔博也险些嗓密 他们认为已经解决了机翼翘躯的问题 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第二大难题是 他们的原型机无法获得足够的胜利 他们实际上说了 他们认为离开 人们将不会飞行 我们的生命 到了1901年秋天 莱特兄弟的大胆实验 看起来即将成为人类飞行历史上的 昙花一现 这次试飞还带来了一个重要发现 滚转必须与偏航同时进行 才能控制机身平衡 解决方法是改造方向舵 滑翔机上原有的方向舵是固定的 现在换上了能左右转动的方向舵 这样就能防止机翼翘躯时 飞机发生打转 莱特兄弟解决了控制问题 但还需要解决生力问题 起先 他们一直使用与德国人奥托里林塔尔相同的机翼设计数据 但他们后来发现 利林塔尔在计算机翼形状时出现了错误 因此莱特兄弟制造了一个风洞 重新计算 他们用了数月时间 对二百种机翼形状进行了测试 以找出哪种形状能提供最大胜利 试验结果表明 如果将机翼前端增厚一些 后端像泪滴一样逐渐变肩 就会减少机翼上方的气压 并增加机翼下方的气压 因此可以获得最大胜利 1902年夏天 莱特兄弟回到了小鹰镇 后不及待要测试他们新改进的滑翔机 然而新的滑翔机试飞很成功 不但获得了足够的胜利 机翼翘驱与可移动方向舵 配合得也很好 1902年是为他们的美好的年 因为现在全部都在位置 他们可以转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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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他们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兄弟俩推出了一种动力滑翔机 他们在自行车店里组装了汽油发动机 并自己设计制造了木质螺旋桨 1903年12月17日 一群人聚集在小鹰镇的沙丘上 奥维尔爬上飞行器 观众们屏住呼吸 第一次动力飞行只持续了12秒 但这足以改变历史 威尔博欣喜若狂地在一旁奔跑 那天莱特兄弟又飞行了三次 累积飞行时间达到了一分钟 莱特兄弟一夜成名 他们证明了人类飞天的想法 的确可以实现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掀起了一阵发明创造的风潮 历史上最具创新力的事迹 由此拉开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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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